大盘低开低走 现在4000多家下跌 而且今天上午成交量萎缩了 只有5000多亿 那看起来今天也就是8000亿左右 如果能突破一点呢 就是下午这个位置的放量 但是下午放量现在看有点难 因为市场的热点在退潮 你看就连最近最火的新河城 这些东西都开始回落 就连化工什么的这些东西呢 也开始不同程度的有退潮现象 另外北上资金现在净流出将近40个亿 北上资金今天上午的成交量 也没有那么大了 而且你看权重指标股 现在多数在绿着 有一点是好事 前两天跌的比较多的 你又像银行啊 又像石油啊 还有煤炭呢 尤其是这个煤炭啊 今天呢又开始上涨 那么这些东西把指数给推的 就是指数不太跌 但是个股可跌的很多 你看现在小盘股 是不是跟大盘股这开口很大 一旦大盘股要是向下砸的话 那指数就下来了 现在是什么 最近这一个阶段 就是最近这一大周 最近这一周最主要的明显的趋势 就是光长骨头不长肉 也就是头两天还行 就是节前的时候还行 那么节后呢 这几天 现在是第三天 节后这几天 你别看指数长了 光长指数不长肉 而且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一个 3151.22双胞胎数字 上一轮是在哪啊 上一轮离的最近的 不就是4月18号吗 4月18号这里3102.55 到这之后双胞胎数字 然后大盘压下来了 此前是在哪 此前是在这啊 就是去年的11月21号 这一天3029.77 大盘出现了强势调整 但这个双胞胎数字呢 是下跌之后反弹的下跌 跟咱们这上涨之后反弹 那么现在是啥回落 这一轮回落 现在呢 由于是上升趋势 就这个回落的并不大 所以呢 现在我们心里头没有那么抖 但是不能不防 防什么 今天是三天 也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三天的时间窗口 如果今天不回补缺口 那未来两天回补缺口 是个大概率 所以说呢 就今天到了一个周期性的窗口期 我们十分小心 因为上升这又有一个3151.22 就这个双胞胎数字的压制 所以今天呢 我们操作起来很难 另外就是这三天当中 别看指数创新高了 但是我们散户不赚钱 主要的原因就是大盘 现在正进行风格轮动切换 你看市场上呢 像化工啊 又是这些合成生物啊 还有一些别的 你看现在这些热点呢 轮动的也很快 不像之前 我们跟上某一些东西呢 就能涨几天 而这两天不是 一天一切 就包括什么家用电器 刚追第二天就扣 包括今天是个股普跌 而且再说一遍 下跌的个股将近 三四千一百家 上涨的只有不到 这个九百家 那你想想 现在复仇之下 焉有完卵 而且现在这个被ST那些东西 就是跌停板的 还在跌停潮的出现 就证明什么 热点稀少不持续 那么跌停板的 或者是说这个位置 下跌的个股还很多 更主要的是小盘股跌的多 这不就小盘股跌的多 不就证明我们散户挨打多吗 只有小盘股涨的多 那么我们散户才能 整得这点 赢头小利 所以这呢 大家把握好个股 看好自己的账户 那才是王道 另外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具体的啊 你像今天跌的比较多的呢 现在就是中正 你看中正一千 指数跌的比较多 如果再往大了看 就这里 护身三百 你看这个位置 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除了上正五零 那么之外的东西 你看这是 科创板 科创板跌的也非常凶 那么还有 生成指也好 你看生成指跌了一个多点 还有创业板 跌的是最多 那么说的都是我们手里的品种 散户不可能有什么 大的指标 你比方说今天跌的最少的 不仍然是漂亮五零吗 那漂亮五零和新漂亮五零 这些东西呢 就把指数给抬起来了 这个就叫光跌个股 不跌什么 不跌骨头 就是指数虽然没跌 但是个股可跌得很凶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那才是王道 如果上升趋势没有改变 是什么意思 指的就是这个啊 这就是上升趋势吗 那么上升趋势看的是什么 上升趋势我们看的就是快速上涨的 看住五日线 那位说这五日线我们怎么看 均线放出来 这不就是五日线吗 如果五日线没有跌破的 就包括今天以上证指数为例 五日线也没有跌破呀 就这种东西快速上涨 我们看住五日线 如果没有跌破的 可以持股待涨 一旦说那甚至连五日线十日线都跌破 那么有的甚至连二十日线都跌破了 那二十日线都跌破了 我们可不能参加下跌调整了 那样来讲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比方说这里啊 当这里小范围跌破二十日线的时候 你看都收回来了 这是指数 那么别的可不是这样啊 你看以创业板或科创板来说 这里不就是跌破了二十日线吗 跌破了二十日线 是不是一大堆的下调 也就是回落呀 所以这个位置千万要仔细 要小心 就包括这里 你看这里 是不是五日线没有跌破 那么我们就持有呗 那这里一定看好 跌破了二十日线 说什么都不要了 我们哪怕把它出来 再找第一位有拐点的 这不就是第一位有拐点吗 什么是有拐点 跌下来之后 重新回到五日线上方 而且五日线一拐头 这不就是拐点吗 我们甚至可以不要那些东西 不参加下跌调整 找这种第一位有拐点的 那去再弄 是不是也可以 最起码这个位置 如果再下跌的话 我们跑也来得及 也就是这个位置 往下一跌的话呢 就是我们损失很少 如果说不跌直接涨起来 那不就转着了吗 那么还是要看 往那种挖掘第一位有拐点 因为位置才能决定性质 散户就能赚这两个钱 我们千万要看好 跌破二十日线不参与 如果管不住手 散户有一个毛病 就是手里的资金 一分钱甚至一块钱 只要能买一手股票 都不能闲着 你看刚出来的 那么就得选择 是不是又介入 介入什么 实在把握不住的 就是管不住手的 那么就找这种 第一位有拐点来去弄 好 我是古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下午怎么搞 收盘跟朋友们讲清楚 下午收盘见